歡迎繼續回到瘋狂大悶鍋 那麼一起要帶你來看看 榮登本週最瘋狂新聞冠軍的就是這一則 也就是瑜伽女神防炎性感 忠實開球好像越玩越大 那麼很多人就說怎麼越搞越low啊 主播 其實那一天我也在現場 我看到防炎的火辣開球 我也是開心的 血脈膨脹 繼續撥下去 因為我相信所有的棒球痴棒球狂 看的都是目瞪口呆 而且每個人的眼睛看到都好像 漲了氣的水蛙肚 而且每個人的嘴巴就像鬆子的彈簧床 通通輸不回來了 你看得多精采 其實那天我在播報棒球的時候 這樣的火辣開球其實能夠促進 中華職棒的這個票房的 只不過以這個畫面的這個 容忍度來講的話 導演這個可能他個人的 這個瑜伽的動作 各方面可能氣質有關吧 所以說他抱林志聖的時候 大家有點為林志聖感到 漢元 會不會一個大正康正在抱著火車 正在過山 所以說我那天雖然在 雖然我是在棒球場在那邊播報 但是我自己人也是 黃兒神 所以說我覺得 滑辣開球也可以 但是適可而止比較重要 謝謝 戰哥你會覺得兒童不宜嗎 沒有錯 在這樣一個國家觀賞的節目裡頭 這樣一個運動場上的這個環境當中 的確是不適合有太多像這樣子的畫面 但為什麼方怨會受到這麼大的一個 負面的一個批評呢 就是因為態度的關係 首先 他脫去了他的外衣 剩下 豹文的奶罩 他露出了他的事業線 你們可以想像 連在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以我這麼正直的一個 媒體界的 名嘴界的 內瑪爾 我都說出了 超殺超正點的話 是不是 但是 但是 態度決定了一切 他跪下來 他在那邊 做瑜伽的動作 搔手弄之丸的時候 然後 抱上去 衝上去 抱住了大師兄 又往下下腰 其實那些動作 在一般人看就噁心 當然 他有漏事業線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好的 我們看到在第一時間 這個大師兄 林志勝他的老婆 立刻在臉書上開罵 所以我也要請教這個 黃夫人 你身為另一半 是不是也覺得他罵得 開罵有理 其實 針對於在選舉的時候 如果說我 老公有遇到這樣子的事情 其實我站在第一線的話 我應該會挺我的老公 這都是抹黑 對 一定都是抹黑 因為我也相信說 這個大師兄 林志勝他的老婆 其實也知道嗎 因為在棒球場上 他們常常會找一些棒球 這些女神 或是一些宅男女神來開球 我相信那個 如果我老公 在這個公開場合被拍到的話 第一個 我會先跳出來 然後支持我老公 第二個 我也會考慮 是不是對手的抹黑 所以如果我是林志勝的老婆的話 我也會覺得說 那應該就是逢場作戲 因為在之前有開球的時候 我之前也有去看過棒球賽 也知道說 那個都是有視線蕊過的 不可能是突然會給你加動作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是覺得他老婆 當然考慮的有道理 是說有小朋友在現場 但是我覺得 支持老公還是很重要 所以我支持我的先生參選到 我怎麼覺得你今天 長得好像馬妞 好笑 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 馬妞 馬妞 所以有可能 我可能 我帶了 我帶了出去 他們也可能以為是馬妞 所以誤會 誤會 先進廣告 然後進去回到瘋狂大門國 對 這馬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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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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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妞